11月6号,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坚守多边贸易体制 完善全球经贸治理分论坛在上海举行 国内外的与会嘉宾和专家学者积极探讨全球经贸治理的挑战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方向 世界贸易组织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舞台 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长唐法瑞尔指出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去年两国的贸易和服务交易已经达到2900多亿美金 希望澳中两国继续保持开放平等的贸易 携手维护WTO的公平多边贸易体制 在现场不少与会嘉宾为多边贸易体制发声 与会嘉宾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西班牙前外交部长阿兰查·刚萨雷斯呼吁 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 为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WTO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来引领团结各方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红桥国际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开放报告2023显示 2022年,世界开放指数是0.75% 各大经济体的合作在收缩 贸易的增速显著下降 对于企业而言 更加期盼全球贸易体制治理处境好转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 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好消息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吴富林表示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积极行动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中国进出口银行将设立 3500亿人民币的融资窗口 通过无事合作 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携手通心 实大实地去促进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